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人犯被无罪释放了 离开警局时 杀人犯撞上了来警局的女主 并顺带把女主拉了起来 临走前 杀人犯特意看了看女主的工作牌 而女主则不动声色地掩盖了自己的身份 回去后 女主拼命洗着那只被杀人犯拉过的手 眼里全是对杀人犯的恨意 晚上女主回家看到了被家暴的母亲 在家暴男出来后 女主两三下就把家暴男制服了 开始对家暴男一顿暴打 看来 女主为了复仇 早早地就练成了一身打架的技能 一大早杀人犯在晨练的路上 看到了家暴男的尸体 一个鬼鬼祟祟的黑衣人向这边张望 杀人犯发现了黑衣人 意识到自己正被栽赃陷害 立即追了过去 两人追逐一番后 黑衣人逃脱回到家 正是复仇的女主 与此同时 警方通过尸检 发现家暴男的死 和杀人犯之前的作案手法相吻合 晚上神秘男撬开杀人犯家里的房门 试图偷袭杀人犯 结果杀人犯早有防备 经过一场无声的较量后 神秘男被逼退 这时 女主父亲的手下再次找上门 神秘男在身后出现 察觉到身后的危险 千军一发之际 手下身手敏捷地抓过了杀人犯当人 接着 转身举起枪 却发现神秘男早已不知所踪 第二天因为家暴男去世 女主的母亲也跟着自杀了 手下继续不依不挠地 找着杀人犯的麻烦 却因为找不到证据 被杀人犯一番嘲弄 另一边女主研究的所有资料 猛然醒悟 真正的凶手其实有两个人 此日 手下发现杀人犯和一个叫郑明秀的人 有着多次通话记录 再经过调查 手下还发现 这两人曾经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郑明秀曾一度作为杀人犯的帮凶存在 而杀人犯入狱前的最后一次作案 是杀了背叛自己的女友 之后就被同样暗恋起女友的郑明秀 找到证据告发 从而锒铛入狱 此时从资料上的照片 我们可以知道 郑明秀正是之前出现的神秘难 当晚郑明秀回到家 就中了女主的陷阱 狗带了 另一边的杀人犯回到家 发现了躺在床上的郑明秀尸体 紧接着女主发动攻击 以敏捷的身手迅速制服了杀人犯 并有狗链将其绑在了现场 就等着警察到达现场来个人赃并获 然而女主的计划失败了 在警察赶到时 杀人犯将自己伪装成受害者骗过了警察 并在救护车上逃脱了 因为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杀人犯轻松摆脱了杀害郑明秀的嫌疑 继续逍遥法外 第二天晚上 手下接到了网吧老板的报警 在网吧找到了杀人犯 与此同时 杀人犯也查出 在幕后针对自己的人就是女主 接着警察来到网吧 却在搏斗中落了下风 被杀人犯反攻一波 然后劫持人质 开车逃走 随后杀人犯闯入警局 利用警局里不懂事的新人 查到了女主的信息 然后顺利的找到女主家 两人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自杀 在两人互不让步的过程中 女主反攻一波 占了优势 先一步站到了一个秋千上 接下来就是两人的对峙 女主告诉杀人犯 杀了人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包括自己也不例外 而女主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杀人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着女主掐准时间 当场在杀人犯面前上吊自杀了 此时警察赶到逮捕了杀人犯 最后女主以牺牲自己为代价 完成了活下去的唯一目标 杀人犯的杀人罪名成立 被成功判处了死刑 故事的结尾 手下在女主的房间里 看到了女主为了复仇 所诉出的种种努力 不由得想起了女主说过的那句话 邪恶能够胜利的唯一条件 就是善良的人无所作为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de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